开着车巡视餐厅会馆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游泳池更是重点区域 已经65岁的苏先生依旧留在工作岗位上 我就负责巡检 还有维修一些东西 属于公务这一方面的事情 机械类的电子类的 还是这方面我们的经验都已经非常丰富 碰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较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 工作能够乐在其中 而且体力也能够负荷 像苏先生这样退而不休的人 逐渐在增加 将每一份文件 还有每一个财务报表都对得仔仔细细 黄小姐在婚宴会馆已经工作30年 66岁的她 即便已经可以退休 仍然愿意继续工作 因为现在的人医学发达 身体都很健康 那我觉得说只要我还能动 我就会继续工作 不仅能把自己的经验 传给年轻的一代 也能让自己保持青春有活力 在自己的体力范围内 避免给子女带来负担 尤其观察到近几年职场上 高龄工作者的比例越来越高 像我的部门 验证会计 大部分都找不到年轻的 都是再度就业的 所以这个趋势是蛮多的 我觉得日后应该 之前都会说 年轻人占40% 现在可能会颠倒过来 中高龄的劳动者 有50岁以上的 就在将近两成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他们的工作内容 也会比较属于静态式的 或者是比较 不需要花费太多的劳动力 少子化让劳动力大大的减低 餐厅业者也逐渐导入AI科技 来补足缺工的大缺口 那我们为了提升顾客的一个服务 所以开发了一个AI服务员 那顾客一般在来这边之前 都会想要先询问 比如说这边有没有停车场 或者是这边餐点有什么样的介绍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询问这个小青 现在可以发现很多的业者 他在AI化 自动化 然后甚至征用中高龄劳工 这个方面都是越来越开放 因为你不这么做 势必在市场上面 就是没有这样的人才 那当然调整薪资 并且有弹性的工时 这个都是非常必要 缺工的状况 已经在餐饮业慢慢的浮现 而日前国发会公布的人口推估报告 更警示了 到了2070年 人口将会少了800多万人 剩不到1500万人 而首当其冲的 就会是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人口 人口推估报告也指出 台湾步入超高龄社会时间点 仍然维持在2025年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 不止台湾 韩国 加拿大 也将在明年步入超高龄社会 英国预估在2028年 美国2029年 新加坡2037年 老年化还有这样少死化 我们台湾的劳动力会慢慢变少 事业单位 像零售业 餐饮业 他们也都开始改变招募的策略 就开始愿意用比较多的中高龄或高龄者 代表我们的未来 可能越来越多劳工 他会越来越晚退出职场 以15到64岁的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在2028年将低于三分之二 等于2028年的人口红利就会消失 未来总人口持续下降 从2024年的2340万人 2049年跌破2000万人 2070年只剩下1497万人 其中15到64岁青壮年 人口减少920万人 对以开发国家来看 1998年到2098年出生的人 未来可能要工作到80岁 劳动市场的人力状况都变了 所以未来劳工留在劳动市场工作的时间 一定越来越长 我们愿不愿修改我们的劳动法令 引进多一点的移工 还有外国专业人士进入台湾 面对劳动力人口减少 各产业积极寻找解方 少子化带来的隐忧 已经渐渐浮现 TVB的新闻 又现在留意军台北 采访不懂